连我自己都猜 就要连往前了 因为这个雨是冲刷的 雨水实在太大了 要往前实在是 也非常的难走 如果身体没有围弯 放低重心几乎就快被冲走 水又急又猛 淹到人半个小腿肚这么高 车也泡在水里 驾驶小心慢慢开 居民穿的雨衣 撑的伞根本已经没什么作用 因为风大雨大 还得要注意 不要被石头板倒 卡路台风尾 让中南部山区降下好雨 短短不到两天 仍爱上累积雨量 就超过一千毫米 这一台14线 普通往雾设的唯一道路 现场土石楼陆基塌陷 马路变成一片汪洋 已经很吓人 何况是开车 根本是在考验运气 整片摊房 大量树木倒下来 占据半条路 得站旁边的缝隙离开 可能早个几秒 就是车遭殃 这名游客就是经历过 这样的惊险一瞬间 大哥你在这边是有受困多久 从昨天下午差不多四点左右吧 土石榴一直来 结果差不多二十分钟 土石榴堆高差不多一米多 跟太太从云林来 结果受困在这 只能把车停在南风村的超商 到朋友介绍的地方借住一晚 南风村道路 两旁都是堆积的土石 土石间又冲刷成小瀑布 台湿是县市 进到埔里清静雾社的重要公路 结果现在重点路段 土石摊方占用全车道 无法通行 最严重的就在69.7公里处 跟76公里处 甚至有陆基摊方掏空的情形 严重掏空因为都进不去 只能用山猫排除泥流树木 目前埔里七十点五公里处 基本顺畅 七十一公里处 还在努力排除淤泥积水 清净农场变成孤城 人上不去也下不来 还好存量足够 各单位全力抢救 但如果雨还是下不停 冲建家园之路 又更漫长了 TV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